1.唐嫣罗靖确定结婚 唐嫣和罗靖结婚的消息传了很久,今天有媒体向两人的友人求证,正是唐嫣和罗靖会在28号在北夜纳举行婚礼,半娘刘依菲,半郎许卫舟,两人谈恋爱后一直低调,是不想让恋情炒作,唐嫣本人就是不怎么看中名利的人, 之前受到了的情伤太重,所以和罗靖在一起后很珍惜,只想两个人过自己的二人世界,不愿大次宣传恋情,其实刚开始罗靖团队有想过拿恋情炒一下罗靖的热度,但是唐嫣的团队一直不配合,也就没炒起来 二、张于启小三上位 今天有网友爆出,张于启前夫袁八元的前任葛小切,曾经透露,自己当年还和袁八元在一起的时候,张于启趁自己不在家搬去刺男工画和袁八元住在一起,指张于启是小三上位 之后媒体求证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回避了这个问题,张于启的感情生活一直都特别丰富,他虽然告诫女生不要主动追男人,但是好几段恋情都是自己主动追的对方 只要是看中的人就一定要尝试一下,当年张于启和袁八元结婚的时候,就有消息爆出真是小三,袁八元和正牌女友葛小切还没有分手,张于启就迅速搞定人扯了证 三、林燕俊杰湖,能力一流 今天有网友爆料趁王涵的新节目《野生厨房》,本来想要邀请的嘉宾是王一博或者刘浩然的 但是现在林燕俊拿到了这个资源,非指截胡,林燕俊现在的口碑一点都不好,本来在参赛的时候还吸到了一些粉 但是决赛的时候突然进入上位圈,成为出刀组的议员,让外界很不能理解,林燕俊也一直被外界嘲讽到现在 其实林燕俊本人出刀后,并没有过度作妖,只是外界认为他的实力配不上他的名次 四、现在要想提升路人口碑,还要好好努力 四、晋东王凯两家在battle 晋东和王凯两家的粉丝,今天又开始battle起来 晋东的粉丝说王凯家用一配作品,还倒贴晋东 王凯粉丝表示晋东家在编料造谣 晋东和王凯两家从伪装着之后就一直水果不容 之前晋东的粉丝还被牵扯进造谣王凯得病的事情中 其实晋东和王凯两人也一直明争暗斗 两人不是一路人,戏拍完就散了,几乎没有联系 就是普通的同事关系 不过王凯的路人员远远好过晋东 晋东现在的口碑一言难尽 五、宋祖儿营销小号 前几天宋祖儿的小号也被扒出来 不过分享的都是自己的日常 有一种元气少女的感觉 今天有网友扒出宋祖儿的团队一次去社交乱谈 营销她的小号 因为楼主扑出的宋祖儿的照片没有水印 而且还用一个ID回复了多条内容 宋祖儿现在是公司力捧的艺人 营销却是不少 基本是靠着营销活起来的 之前一直营销最美童星 之后团队又狂发通稿艳压各路女明星 热搜时不时就会有她的名字 现在宋祖儿因为过度 营销已经开始被外界厌烦了 如果拿不出好的作品 路人员提升是比较困难了 六、某小花 业务能力差 某个顶流小花 业务能力并没有外界想的那么好 之前她拍一个广告片 广告词就八个字 她也不愿意呗 拍摄的时候要求工作人员帮她挤着台词纸 可就是这样 她还说错了好几次 她的人气主要靠营销出来的